自古难欢女爱,人之常情 只是,有些在擦出火花后,感情能够逐渐升温 有些却会因种种原因而变质 男女交往,最后是忠诚眷属,还是两败俱伤 关键在于你如何对待这段感情 发生关系后,女人若是有这个行为 很容易败坏男人的好感 让彼此的感情走向下坡路 甚至会将局面推到无法挽回的地步 在遥远的森林里,有一只不鼓鸟 她的声音悦耳动听,羽毛鲜艳明亮 在森林里非常受欢迎 有一天,她出去游玩 偶遇了一只看起来凶巴巴的黑渊 相处之后,却发现对方其实很温柔 两人一见钟情,一来二去 无意间发生了关系 随后,他们开始了约会 两人一起去看马戏表演 还去了游乐园 回来时,不鼓鸟看中了一个名牌包包 黑渊二话没说,就给他买了 正是浓情蜜意时 黑渊几乎对他有求必应 不鼓鸟也在对方的宠溺下有了底气 说着自己想要口红,衣服,想吃蛋糕,荔枝 黑渊没有打断不鼓鸟的话 只是脸色变了变,最终还是付了钱 后来,有一次逛街时,不鼓鸟又看中了一件新款衣服 她撒着胶让对方给自己买 却见对方皱着眉头,不耐烦地别过脸去 显然,黑渊对他已经心生反感 而不鼓鸟却没有意识到 他气呼呼地看着对方说 你不愿意给我花钱是不是不爱我了 黑渊顿了顿,回道 我们在一起之后,你张口闭口就是钱 从不曾关心过我 这让我感觉我们之间就是一场金钱的交易 既然这样,不如到此为止吧 说霸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这般结局令人唏嘘 双方当初因为互生情愫才走到一起 只是不鼓鸟一味看中物质上的享受 而不是彼此的感情 一个劲向对方伸手要钱 对方若不给,就与之置气 如此,黑渊嘴上不说 却渐渐心生反感 在他看来,不鼓鸟与他交往的目的就是贪图钱财和利益 可以说,很多时候 男人之所以愿意给你钱花 那是因为他心里有你 但即便他在喜欢你 也有理性的一面 当你所有的消费都让他买单 却不懂得体贴他 也不曾回赠他任何时 你在他眼中就是爱慕虚荣 甚至贪得无厌的人 他会慢慢收回自己的爱 等到彻底厌烦了 就会毫不犹豫离开 女人不谈感情只谈钱 就已经失去了魅力 变得廉价 还会被男人轻视 忽略 甚至不尊重 正如一书在《承欢记》里写的 生活上依赖别人 又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 那是没可能的事 男女交往 金钱总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只谈感情不谈钱 很难幸福 而不谈感情只谈钱 也会让关系坍塌 真正好的关系 应该是相处之中 不必追问 无须索取 你投我以木桃 我抱之以穷摇 彼此互相取悦 互相支持 往后希望每个人都可以用心去爱 且值得被爱 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